大家都提到要避免两岸冲突 加强经贸的合作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反台 宣传此趟中国行取得成果 只是没报备就见了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对方还说要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 夏立言当面表达立场了吗 当我讲九二共识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我根本不需要去强调 一中各表 对我来讲这是九二共识的根本精神 国民党在中国的说法 对于中国公开要求的一个中国原则 那国民党几乎不敢坑一声 所以台美是官方的交流升级 那国共两边警报只有政党之间 然后特殊关系 然后互通团取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陆委会强调 中共当局定义一中原则 谋求统一 接受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 在野政党不应对此政治立场予以呼应 台湾人民也不会接受 台湾基金则质疑 此行会见中共统战高官王滬宁 是新统战剧本对稿之行 呼吁立法院与中央政府尽速修法捕破网 那有跟当面跟他们说 这个台湾不希望有军事的威胁跟武嚇吗 我就记得我自己绝对跟对方表示过 我们对于最近两岸发生这些事情 尤其是两岸的紧张情势 我们台湾一般民众的心里是非常不安的 外界也好奇 此行是否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参选总统的起手势 夏立言强调 这次出访完全没有谈到选举的事情 且选举属于内部的事情 没必要跟对方讨论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义豪 朱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